第四百二十五章 节目 那烤鸭都要买仨 全家一人抱着一个坎 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小峰约的那几家拍卖行 都是同一时间到自个儿家 他这是想压低点拍卖行抽水的钱 这年头 拍卖行满大街都是 但是值得拍卖的东西 那可是不多的 这要物以稀为贵 只是小峰的这美梦 也就是做了一天的功夫 第二天 几家拍卖行的鉴定师 倒是同时上门了 有两位老师傅 还有位年轻点的鉴定师 在仔细看过这官帽椅之后 老师傅比较讲究 摇了摇头 说看不准 人就离开了 那年轻鉴定师的嘴里存不住话 加上大冷天的跑了这么一趟 心里也不爽 直接就说了 这从里到外 夹到骨子里的玩意儿 还想拿去拍卖呢 哥们儿 你没吃错药吧 从买来这两张冠帽椅 小峰就把他们当宝贝似的 锁在家里的储藏间了 压根就没有再去看 这已经到手 并且吃尖肚子里的鸭子 总不会再飞了吧 这两天他心里琢磨的 是如何把那两张木头椅子换成了一叠叠粉红色的老人头 这会儿 小峰在见到老师傅摇头的时候 就有点傻眼了 再一听这年轻鉴定师的话 整个人就呆住了 铺到这冠帽椅上 来来回回的看了几次之后 直接就瘫倒在椅子上 还好这椅子够大 不然 那可是要摔出个好歹来了 等拍卖行的几位鉴定师走后 不单是小峰在那里哭天喊地 就连他的老爹老娘都差点磨脖子上吊了 家里一辈子的积蓄 就这样给败光了 小峰自然是不甘心 回头叫上几个街面上混的 手比较黑的人 直奔那小院去了 只是这江湖丰门的做派 讲究的就是个来去如风 得手后 哪还会留下来 等侍主找后帐呀 小峰一行人 将那四合院翻了个底朝天 除了挖出来几卧耗子之外 就剩下床上那些 由于摩擦运动而脱落的弯弯曲曲的体毛了 这事儿还没法报警 古玩这行当 考究的就是个眼力 你也没证据说 别人开始拿的官贸易就是真的 这事情 愿打愿挨 警察即使找到那帮子人 也没辙 小峰明白这道理 只能借助那些混社会所谓黑道的人 接下来的几天 都是连觉都没睡 带着人跑遍了整个四九城 也没找到那位毛爷 老唐师傅 这事儿警察不好使 但是不代表就没了办法 别人不说 这白峰如果愿意出头 事情还是有回旋的余地的 要说白峰这人 从废品收购站起家 在承包那废品收购站之后 没少和社会闲杂人员来往 加上他为人大气 身后也有些背景 所以 在四九城的黑白两道都很吃得开 小峰知道 如果白峰愿意帮他的话 那这钱应该还能拿回来点 按照江湖上的规矩 唐师傅这一伙人属于郭江龙 郭江龙能说地道的老北京话 那有啥稀罕的 骗子这行里人才多的是 只要有钱赚 老唐师傅马上就能给您来一段 地道的伦敦墙 不过这种事儿 如果能找到施主 并且有人出面说和 而那人又有一定身份的话 唐师傅那群郭江龙 还是要给几分面子的 虽说不可能将钱都退回 但是三分之一是少不了的 这也算是在四九城没拜山满 就做生意给的补偿 有的朋友会问 为什么不能全要回来 那不是废话吗 做这生意可是也需要本钱的 租房子买家具 连这小方搬走的物件 可也都是成本啊 小方是明白这规矩的 所以本来都已经绝望了 忽然听到白风找他 心里又冒出了一丝希望 巴巴的赶来了 不为别的 就是想挽回点损失 他家里的钱可不是大风吹来的 都是爹娘老子一纷纷地记载下来的 小方之前也想到了找白风帮忙 只是自己知道他没那面子 而且这事他吃相太难看 也推积了一点 不好意思找到白风头上 白哥 这事您可一定要帮帮帮我呀 我眼皮子浅坏了行规还害了自己 您就当可怜可怜我家里的老爹老娘 帮我一把吧 小方讲述完事情的经过之后 这人都摊在了地上 他这事做得虽然有点不靠谱 但是小方还是很有孝心的 为了拿回父母的钱 几天都没合眼了 现在整个人都到了崩溃的边缘 白风把头转向庄瑞 问道 张老弟 你不怪这小子吧 他今儿个约庄瑞来的目的 主要就是把这事情经过给讲清楚了 否则以后从别的地方传到庄瑞耳朵里 恐怕他会怪自己介绍的人不落实 信不过 这可是会影响到他在庄瑞心中印象的 再一个就是 白风和小方的父母还真是有点交情 二十多年前的时候 两家还是街坊 所以这事 他也想拉这小子一把 所以才让人将他叫了来 因为这事 要当着庄瑞的面说 省得让庄瑞认为自己偏袒小方 说哪话呀 小方这是待我说过了 白哥 你能帮就帮你爸爸 庄瑞看着一米八多的大小伙子 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 心里也起了恻隐之心 而且自己当时要是点小方那么一句 或许也就没这事了 听到庄瑞的话后 白风对着地上的小方说道 得了 你小子运走好 庄老弟开口帮你说话了 行了 回家等着去吧 十八万估计能拿回来六七万的 以后做事情稳当点 这田上不会掉馅饼的 小方前几天风风火火的满北京城转悠 白风早就知道了这事情 而且通过一些关系 也摸清了唐师傅等人的底细 已经找圈里人给帝国化了 这几天就会给回复 拿个七八万回来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白风之所以少说了一点 并不是想贪这点钱 只是到了他这年龄 做事相对稳妥一点 否则 要是拿回来少了 难不成还要自己倒贴吗 白老二 事情办完了吗 这酒也喝得差不多了 你安排那节目呢 欧阳君刚才一直没有开口说话 开始时还听得津津有味 后来就感觉到无趣了 自己涮着羊肉喝着小酒 等小方千恩万谢的离开之后 这才看向白风 他今儿个来的目的 可不是来看戏的呀 你这娶了媳妇才几天呀 就变成这样子了 白风和欧阳君是发小 今年来生意上的来往也多 说起话来也没什么顾忌 看到欧阳君开始瞪眼了 才笑了笑 啪啪拍了两下巴掌 原本客厅里的灯光比较阴暗 就餐桌这边亮着灯 在白风巴掌响起之后 整个客厅的灯光骤然亮了起来 庄瑞有些不习惯 微微眯上了眼睛 睁开再看时 发现上面的二层走廊栏杆处 多出来了三个人 白哥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庄瑞此时的表情有些发呆 他可以清楚地看到 三个穿着西欧古典宫廷式 私质睡袍的女人 正顺着二楼的楼梯往下走来 那几双线长雪白比青的大腿 随着脚步的移动 时隐时现 庄瑞不知道是酒喝多了 还是眼睛花了 总之 他看到了一条 传说中的钉字裤 那可是他多次想让秦宣兵穿上 而畏过的 先下 你好 正在庄瑞迷糊的时候 三个女子从二楼走了下来 有两人坐到了欧阳君的身边 而另外一个 却是用手捋起睡袍 乖小地依偎到庄瑞的身旁 老外 刚才因为视线的原因 庄瑞是从下往上看的 最先看到的景象 由于吸引力过于巨大 所以就紧盯着那地方啊 一直没在往上看 直到这女人坐到了身边 庄瑞才茫然发现 三个女人 应该说是女孩 因为从面貌上看 年龄都不是很大 全部都是外国人 唯一在庄瑞身边的这个外国女孩 那一头金黄色的绣发 顺着耳机披散在肩膀上 那双犹如蓝宝石一般的眼睛 正略带紧张地看着庄瑞 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那睡袍超低的开领 丝毫无法掩饰 胸前那对坚挺浑圆白皙的双峰 白哥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庄瑞此时只感到 浑身血脉膨胀 头脑一阵血晕 下身不由自主地起了反应 他第一次感觉到 穿三脚内裤 原来是那样的难受 原始人只在腰间 围片树叶的习惯 或许就是为了进行某项运动 比较方便而养成的 不过庄瑞现在 终究不是没经过人世的出戈了 强忍着心中的浴火 艰难的将一直停留在那 身微乳沟中间的目光 转移到了白峰的身上 现在庄瑞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在来这里的路上 欧阳君的表情是那样的奇怪 感情他早就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六掌 使绊子 君哥 咱这小老弟还不习惯呢 白峰听到庄瑞的话后 笑了起来 在他们这圈子里 安排点这样的活动 实在是很稀松平常的 当下笑着说道 这几个女孩都是从俄罗斯找来的 从小都是学拔来的 我帮他们办理在华留学的手续 并且负责他们今后几年的生活 他们当然也要为中俄的友谊 做出点贡献 白峰虽然说的简单 不过这几个女孩 可是花费了他不少的力气 现在俄罗斯的经济慢慢在复苏 早就不是当年花个几百块人民币 就能从大学里找个处女陪着的行星了 为了这三个女孩 她可是已经扔出去几十万了 后面这几年 估计也少不了花费 先生 你好 唯一在庄瑞身边的女孩 又生硬的突出这四个字 似乎只会说这么几个字 长长的睫毛抖动着 脸上还带有一点羞涩 看得庄瑞刚刚平静下去的浴火 又被点燃了起来 只要是男人 不管是高官巨富 还是平头老百姓 身上的物件 可全都是一样的 而且老百姓的资本 就不见得比有钱人差 或许还更加雄厚 常说 男人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要是冲动起来 根本就不受大脑支配的 庄瑞现在的下半身 就有点不受大脑控制的虚项了 他稍稍将身体往下突流了一点 这能让他稍微缓解一下那膨胀感 只是身边女孩 不断向自己靠近的身体 使得庄瑞那张没喝多少酒的脸上 变得通红一片 要说外国女孩 最漂亮的 其实还是在东欧 当然 这指的是没结过婚的女孩 那种结婚后 身材变得臃肿起来的中年女人 不在这行列里 当年苏联解体的时候 数以万计的俄罗斯女孩 被以各种方式带到了欧洲 进入到各个国家的红灯区里 打响了俄罗斯 从公有制走向资本化的第一跑 那会儿 别说是国外 就是在国内 也有不少饭店推出俄罗斯餐厅 请的都是正宗的俄罗斯服务员 曾经在国内风靡一时的 相比庄瑞的局促的神色 欧阳君确实面不改色 喝一口左边女孩 递到嘴边的酒 吃一口右边女孩 夹到嘴边的菜 那是忙得不亦乐乎 这种场合 对于欧阳君而言 经历的太多了 别说是两人双飞 就是十来个人 开无遮懒的大会 欧阳君也见识过 只是近年来年龄大了点 那啥 身体有些吃不消了 喝酒 喝酒 不能干别的事 庄瑞不断在心中告诫着自己 由于从小受到的教育 和近年来接触古玩行交道的原因 庄瑞的思想相对也很传统 自从和秦宣兵发生关系之后 他连苗飞飞都刻意疏远了 连着推了几次苗警官的邀约 就是怕自己定力不够 干出荒唐事来 白风见到庄瑞面色有些紧张 初言说道 哎呀 庄老弟 这男人在外面 逢场作戏也是难免的 只要家里的红旗不挡 外面偶尔放松一下 也不算什么的 他今天安排着节目 主要还是为了欧阳君 最近他接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大业务 那家已制造电子产品出名 位于广东的上市公司 在明年二月份的时候 正好是创立十周年 于是就想搞个庆典 把最近很红的同一首歌给请过去 但是 像央视同一首歌这栏目组 节目的时间安排 都已经排到半年之后了 在那个公司老板出面邀请之后 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空档 要到半年之后才能安排 这也不算是拒绝 话说排队请栏目组的公司多了去了 总要分个先来后道不是 只是那个上市公司的老板 得到这个答复之后 有点抹不下来面子 他和白风也是朋友 知道白风有些这方面的门路 于是就找到了白风的文化传播公司 排出了八千万人民币来 明年 只要能在他们公司十年庆典的时候 让同一首歌走进企业 这八千万就是白风的了 当然 这八千万还包括了搭建厂地舞台 邀约明星出厂 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 总之 就是将这业务交给白风的公司去做了 白风计算了一下 组织这次活动 去除所有的开销 大概能赚到四五千万左右的纯利润 这可是一笔不菲的数字 所以他这才找到了欧阳君 想通过他的关系 让同一首歌栏目组能改变一下计划 相比那数以千万计的金钱 眼前这几个女孩的开销就不算什么了 当然 白风也没指望 安排个这样的节目 就能打发了欧阳君 到时候那笔费用里面 自然还要分出一块给欧阳公子的 庄瑞 怎么了 出来玩就开心点 吃饱喝足了 上楼去休息 你年轻火力旺 要不要我再分一个给你啊 欧阳君是铁了心 要把庄瑞给拉下水了 这样 以后就有人给他打掩护了 许大明星虽然不错 但是俗话说 家话没有野话想 想让欧阳君这浪子不吃星 大明星的魅力还是不够 四哥 这不合适吧 此时的庄瑞 也是备受煎熬 这留下会也不是那么好做的 往往都是上会而下不会 庄瑞虽然头脑还算清明 但下面那东西 有点不听指挥呀 尤其是这坐得距离自己 越来越近的女孩 胸口开插处 那雪白的肌肤 和肩颈的双风 让庄瑞的眼神一不留神 就情不自禁的描了上去 这会儿 庄瑞算是了解了 什么叫做羞涩可餐了 因为他那本来就有些饥饿的肚子 这会儿面对着满桌子的食物 似乎也没有什么进食的欲望了 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小子 四哥 等会儿再说 我接个电话 庄瑞兜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拿出来一看 是秦宣兵打来的 庄瑞脑子猛然清醒了过来 推开身边的女孩 快步走出了大厅 从暖和的房间里 走到雪花纷飞的院子里 刺骨的寒风 让庄瑞打了个寒战 而心里那骚动的浴火 终于是完全熄灭了 庄瑞 怎么没上网呀 我都等了半个多小时了 远在英国的秦宣兵 有些忧愿 他本来想和庄瑞 一起度过圣诞节的 可惜要赶至英皇室迎接新年的珠宝 还有那位老女王 明年的一个庆典 所以在这个西方人 最为看重的节日里 他还要带着一帮子人工作 中瑞吸入了一口冷气的肺肿 枪得剧烈的咳嗽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 才说出话来 宣兵 明儿就是外公大寿了 今天比较忙 今天恐怕是没时间了 哦 那你要注意身体啊 别太操劳了 秦宣兵倒是也没多想 早在一个月之前 他就知道庄瑞外公过寿的事情 只是自己走不开 不能参加 心里还有点遗憾呢 当下在手机里 交代了庄瑞几句 就挂断了电话 这地方 他娘的不能再待了 庄瑞弯下腰 用双手在地上捧起一把血 使劲地往脸上擦去 那种冰凉刺骨的感觉 让他下定了决心 转头推开门 走进了小楼 四哥 嫂子来电话了 说是身体不大舒服 你看 庄瑞进到屋里 似笑非笑地看向欧阳君 什么 欧阳君被庄瑞说得 呛了一口酒 推开身边那两人 紧张地问道 真的假的 你小子别懵哥哥啊 虽然欧阳君的玩性比较大 但是对许晴还是很在乎的 并且现在牵挂还有多了一个 就是那肚子里的小生命 欧阳君也是年近四十的人了 肚子四看得还是很重的 你给嫂子打个电话不就知道了 这事我能骗你 我说了 等会儿就回 你看着办吧 中瑞一板正经地回答道 手里也没闲着 把桌前的牛羊肉 都倒进了火锅里 稍微涮了一下之后 大口地吃了起来 刚才只顾着看女人了 这会儿才感觉到肚子饿的咕咕之叫 喂 别吃了 走走走 抓你时间回去 欧阳君没有打电话 而是脸色阴晴不定地坐了一会儿 站起身 把挂在椅子后面的大衣披上 穿好衣服之后 托式有点恋恋不舍地 看了一眼那俩女孩 对着白风说道 白老二 改天再来 你那事我给你记着了 等老爷子过完大寿就给你办 成 你先回吧 小庄没事 晚点回去吧 白风脸色有些古怪的 看了庄瑞一眼 刚才他做的距离庄瑞近 眼睛无意扫了一下 看那电话上显示的名字 似乎是个叫秦什么的人呢 算了 四哥刚才喝了不少酒 一会儿我来开车吧 庄瑞随口找了个借口 白风虽然看穿了 但是也不好多说什么 齐身将兄弟俩送了出去 他又不是拉皮条的 这事儿只不过是找个乐子而已 别人既然不好这口 他也不愿意勉强 庄瑞开车驶出了白风的庄园 见到欧阳君摸出电话 故作无意的问道 四哥 你留在那里 就不怕白风给你驶什么绊子吗 我一定要弄好 我可以寒 觉得脑子